夏天,皮肤起小红点 就是身体里有垃圾 遇到夏天暑热之后 通过皮肤来排出的一种表现 特别是在手肘窝和膝盖窝 很容易出现 可以喝一道松花蛋红线汤 准备嫩的带根红线菜一把 松花蛋两个 大蒜三瓣 猪油或椰子油 少许盐 把红线菜带根洗干净 锅里放油 蒜切成两半下锅爆香 再把松花蛋下锅炒一下 放入线菜快炒两下 加少许盐 加入高汤或开水 水开后煮两三分钟关火 这里面的油可以放猪油或椰子油 这两种油能加强这道汤的功效 煮出来的汤也非常新鲜 鲜到不用放味精就很好喝 要注意 怀孕四个月以内的女性 不要吃线菜 感谢您的油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